中央社记者陈志忠台北二十八日电,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克刚公廷会今天下午在台北举行,多个民间团体在场外演出行动剧,讽刺性别平等教育配比适当,恐导致性别混乱。 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克刚将性别平等教育列为四大重大议题之一,必须融入各科课程设计,学习目标包括理解性别的多样性,察觉性别不平等的存在事实与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权利关系,尊重与包容多元性别差异等。 过去几场在各县市举办的科刚公厅会,民间团体都把举动员批判性贫教育成为性解放教育或同志养成教育,但另一方面,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等团体,则主张性贫教育不能仅以异性恋为主,需包含认识和尊重各种生理性别,性倾向,性别认同,性别特质等。 也包括性多样族群,社会领钢工厅会台北厂今天下午在师大副中举行,反克刚混乱性别联盟,台湾公民圈团结组织,超越论坛等民间团体在场外上演行动剧,用性别光谱眼罩蒙住双眼,批判性平克成误导学生的价值观。 台湾公民圈团结组织代表黄祖珍表示,克刚太过强调多元性别,性倾向等,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品德教育,情感教育,家庭教育等守护台湾成员。 Lisa也说,这颗书不该引用同志运动的偏颇观点,而因纳入可信的科学论点。 没有艾滋的地球发起人于先生说。